今天是2017年1月8日 我現在收取的位置就是九段下這個科學 舞蹈會員的科學 今天是甚麼指淡呢? 就是Super Festival第73屆 是25周年的歷史 我現在帶大家進去看看有甚麼東西 還有一些美國的玩具 還有一些教文 好像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年二手 可以看到是一比一比的哥斯拉 然後有一些懷舊膠品 而且剛剛推出的泰姆郎 剛剛推出的 金色和白色 這個拉筍其實已經是 這個泰姆郎的拉筍已經是停了一段時間 現在是再衍生了很多 現在看到的就是一些鹹蛋超人的膠品 有不同的顏色和一些限定 很多時候都是有人會特地走來排隊去收購這些限定 哈哈哈哈 好了 我們會看到現在所謂叫做邪膠 看到有很多種不同的款式 通常都是會把廊膠出來之後 他們就會噴了不同的顏色 令到它有不同的風格 你看到他們本身的價值 都差不多是 比一般的出入金是會貴很多的 他們差不多都是一萬日圓 樓上左右 有些甚至是一些古品來的 其實除了懷舊玩具之外 會看到一些是一些舊的漫畫雜誌 以及一些懷舊的玩具 以前的玩具 裡面除了一些懷舊的膠品 或者是一些舊的一些耳手之外 其實都會有一些類似是Zombie 或者Happy Metal 類的 它會看到是一些首飾 還有一些是看到一些戒指 以及一些原創的角色 在這個叫做Zombie 看到很多不同的首飾 還有他們的這些漫畫 這個Super Festival 其中一個特別的地方 除了日本的玩具之外 其實它會有其他的國家 譬如說美國 紅紫玩具 還有漫畫 手版模型之類 是一個多元化的一個展覽 一個展覽 這個地方它的設計本身是一個蜂巢型 不要以為只有這麼少 是一路一路都會 蛇馬之中 是一個非常新的 有賣的 蛇馬之類 偶像是坐鞋 一個六、蜂巢 那邊繼續是一邊連著 這樣環繞成一個圓形 所以很多時候我都會在這裏擋伸佬 因為中間除了沿著去,中間還有一些穿插 所以地圖是很重要的 但通常大家一邊看這些展覽都不會跟著地圖 不斷走,不斷走 當中還會看到,一邊是很舊的狗狗鏡 在玩具展裏面,其實都會有一些外國的畫畫家 他們都會把他們的作品帶到日本的展覽場裏面拍手 其中一邊看到是有哥斯蘭的作品 裏面是 當中,甚至乎有一些漫畫的畫家 他們都是在場的 我們會看到這個變形這麼多 當然,簽名是一個指令動作 一套四本的書,當然全部簽名了 其實當中,海洋堂也有一些螢光色的教品 這隻就是猴子 好,不用接近 這個人就會講 很多人都會被改變 那我買給我 我是Alman 我是Pay公司的贈子 先介紹一下 這裏查詢,有些是香港的其他國家 是Vexit 這些是他的作品 這些是我們Play的作品 我們Play的也是 會有些蠻蛋超人,大家都會見到 之前在玩具展裏面有的夜光版 接下來還有很多東西 沒錯 包括些什麼 接下來包括有很著名的在香港 雕刻師 泰瑞雕的金毛師 是的 你還欠我的東西 是的 你還欠我的宇宙大帝 是 接下來你 我回到去,我會處理你 鬼搞好 是的 今天 這個特別的事件就是 在這裡遇到一個在Medicum裏面的懸念師 他就是做這些懷舊系列 大家如果玩開膠的東西都會知道 就是 阿比先生 我們今天終於第一次見面 今天 我們換句TV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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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還有一些不夠的漫畫 對 對 對 很難 對 對 做系列 對 對 我星期二回來 剛剛發現了一些特別的項目 就是我們以前去店裡看到一張卡 一段掛了很多模型 剛剛看到一張機械過絲拉 當時看到原來是8.5英 這是Groomart Chiquette 很多時候,男生小時候都會玩一件事 是甚麼呢? 夢尾以求,擺到城地都是 就是這件事 Super Festival,怎可以少得愚公慶態呢? 愚公夾服就在簽名 現在是主角 我們當中還找到有李小龍的卡 有件事,仍然超人優不幸運 究竟去了優之後可以做些甚麼呢? 剛剛出了一個叫做神光咖啡 這就是她的最新造型 這就是她的最新造型 是否很划算呢? 哇... 好齊啊 好了,在這次展覽裡面 除了說香港人的設計師 這位是Lewis 其實就是我徒弟 Play Studio 還有一位日本的設計師 可以由我徒弟介紹嗎? Satomi 先生 如果有玩膠 或者衣服的朋友 都可能會吃就 就是Pundsucker 的主理 那今天你 Lewis 你今天帶了些甚麼來呢? 介紹一下 今天主要是自己的鬼人系列 金錢主要的系列 還有其他日本設計師 Crossover 的作品 都是帶的一些來的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個元首的作品 是的 多了 大家也知道 是的 在Play Studio 旁邊 還有就是 Alien Park & 大輝 我們親自介紹一下 他的作品 咦? 我們看到這件是 元首的作品 那你來講解一下 這是阿東 這是一個新的產品 我呢 其實之前就有一款產品 叫做哈 今天這兩款就是 這兩款都是 這兩款是 這兩款是 50公斤 OK 哈哈 好了 這個活動都到尾色了 我去好參加 一集吧 多謝各位 收睇這個部隊TV